哇 行程感觉不是很大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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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怕 吓死我了 大哥啊不能这样啊 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鲁鲁鲁敲起来还在继续加油啊 你这个你这个气压有点高 气压太高了 OK 怎么也可以慢慢爬啊 哇这个这个太急了 哈哈哈 哇 厉害厉害厉害 好我们看看他的表现 哦 这个卸滑能力还是挺强的 上 上 这个卸滑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上 哇去 哇 卸滑能力挺强啊 哈哈 这 还是在没有做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啊 气压也没有放 哇 这个卸滑很强啊 一口气 一口气上来 对 上 不要停 不要停 上 不要停 漂亮 哦 油门加下去 加下去 啊 啊 上去了上去了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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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贴子左边下啊 你要这里下走 慢一点 慢一点 好 没问题 好 没问题 走 往左打死 左 再往左 这里就轻松了 再往右 上 上 往左 对 就这样 直到上 上 上 走 没事的 胆子大点 他就是给你们一听那个 他跟书家库那一台啊 嗯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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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天我们的主角是一台现代的 圣达飞 华泰圣达飞 这个SUV来挑战一下 看能不能走完全程 然后陪同的我们有吉姆尼 坦克和木马仁 同时看一下他们的表现 好 看看我们的吉姆尼 不能冲啊 必须慢爬啊 这就是硬派越野车 上得非常的轻松 今天我们全程都让他倒着上 好不好 不要一脚油慢爬 一脚油干嘛 这是木马仁啊 你以为是什么车 这是木马仁 你以为是什么车 越野越野的天花板 你知道吗 看到没有 轻轻松松的 看到没有 这里还要冲呢 有请浙江老城 哎呀你这个有点丢脸啊 哈哈哈哈哈哈 手都等啊兄弟们 谅解一下手动才有啊 才有 好 有请我们的主角啊 圣达飞 你撞到前面了往右靠一点 车头撞到那个舌头上了往右靠一点 放 哎呀 什么情况哦 难怪我们的截图上不去 情有可原啊 你看 截图比你牛逼多了 截图比你厉害多了 哎呦 后轮有没有转后轮 转的是吧 好好转的 你刚好是一个交叉者哦 线滑不行的话很难上啊 哦来了 哦 哦 哦 看到没有 就是让他 让他冲 对吧 你没有线滑的话啊 难度还是蛮大的 除非你一脚油门干上去 看到没有 不是所有 他是两个轮胎交叉了 两个轮子着地 就相当于没有动力了啊 兄弟们 两个轮子一旦悬空以后 没有线滑 就等于说没有动力了啊 哦 来了 看到没有啊 右轮 右轮空转以后 左轮他就不转了 所以这个就是你们平时看到的 所谓的两驱 其实他是四驱 这个时候 右轮悬空了以后 没有锁 没有差速的话 他左轮就不会转 知道吧 我们给你们看看右边的镜头啊 右边的镜头看一下 来看看右边的轮子转不转啊 好 地盘腰 看到没有 右边的轮子 右边的轮子看到没有 对吧 右边轮子转的啊 所以大家不要 不要说截图旅行者是两驱啊 有难度有难度 不是说技术不行 是车子有个问题啊 技术肯定是没问题的啊 技术是可以的 一般的人才有所动的 你这里起步他都起不来 知道吧 那必须得上啊今天 好了好了 专家出手要给他指导一下的啊 哦上了 上了 上了 对不对 还是要专家指导 对不对 你路线不对 你是上不去的 知道吗 啊 又起步了吗 吃酒 farm 吃 焦